牛尾谷营养又好吃,但是经常被忘记 所以今天我教你们一个非常好吃的 Jamaican牛尾谷食物 大家好,我是奥地利的小吴 我在这个中午煮饭给你们分享好吃的食谱 如果你们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 请点赞、分享 我们煎、煎、牛尾谷 把所有的蔬菜切成小丁 在牛油谷里加自然粉 甜辣椒粉、辣椒粉、白胡椒粉、盐 和一点点老粥 搅拌均匀 然后加蔬菜、羊猪丁、双蓉和菜脚丁 然后加种段和白鲤香 搅拌均匀 这样冷漿研制 最小四个小时,最好锅也 一个碗之后,我们的牛骨 研制好了 我们先把牛尾谷表面均匀 把锅加热 倒入甘了牛 用总的大火煎牛尾谷 尽量每个面都要煎到 加好后,加入剩下的蔬菜 然后加入牛屋高糖 如果没有高糖,也可以用浓糖包 或者水也可以 最后,我们加一点辣椒 最后,盖上盖子 小火焖三个小时 你们知道,我是家务仙人手 最后半个小时,我们搓米饭 你们不要笑我 这个就是Jamaican米饭开始了 把红葱头和大蒜 解水 把锅加热 倒入黄油 放解水的红葱头和大蒜 炒一炒 然后加大米,炒一炒 再加椰酱和水 米和椰底的比例是 1比1.5 然后加洋椒味 和红豆 然后,搅拌均匀 最后,加小葱 辣椒 和白莉香 盖上盖子 小火 煮20分钟 20分钟煮好后 不要开盖子 让米饭静止10分钟 三个小时后 继续 继续 做饭了 我们可以摆盖 哇,超级香 我已经溜口水了 所以我们浸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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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这个米饭很丰富 现在我知道为什么 我们英文叫 Jamaican food soul food 真的是 really good for my soul 这个好下饭 我今天会吃好多米饭 好 好